各位聽眾早晨,歡迎又到我們正向組民的時間 錄的時間是2020年的1月14號,首先這裡有我們香港的易得台洋 大家好呀,各位早 有澳洲的真BC 你好,大家好,早晨 馬來西亞的馬來根 大家好 我家產生的大家好,喜歡我們的節目一定要點贊和分享 還沒按訂閱的就按訂閱旁邊的鐘仔,有新片會通知大家 以撞到我們中立和平和理性的聲音 另外還可以去我們的大台,芒向編輯部主台收聽 芒向正向,兩條路走,越走越穩,越走越遠 好了這一集就說起火起,昨天就發生一件事就是陪著我們很多人成長的本土公園 海洋公園 本土主題公園只此一家,荔園沒有之後就剩下他了 是啊 因為這次暴動,減入財困,其實他們之前都已經苦苦掙扎 還要加上這個暴動,結果他們就說我們決定要拓展新局了,不然真的不行 就決定做了一個項目,就說要轉型 就要借106億,這樣說 嗯,104億好像是 104億,就說要將他 106, sorry 106.4億,我講一講 其實這個,為什麼這樣呢? 因為他就說社會事件,大家都知道什麼事 我們都說了,就令到經濟環境變差 那還有一件事就是,你那些人說嘛,你前黨有說嘛 欸,好厲害,沒有大陸人來的 就是,沒有大陸客人來的,就有這樣的環境 是嗎? 那還有一件事,就是他,喂,就算你沒有說海洋公園 我們這裡,黃金海岸,就叫全澳洲最多fimparks的地方 就是最多主題公園的地方 都是幾年就換一次主題的,都是要更新一些那些設備的 是嗎?正常都是這樣的 是嗎? 喂,家產生,這傢伙說了什麼?這條飛機號 結果呢,公民黨的譚文豪就走出來就說 舊債未清,新債免民,連續多錢虧蝕,如何提出補救 質疑凱洋公園董事局和政股相關人員是不是要問責? 喂,大哥,問什麼責? 問什麼責? 問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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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責 什麼責任,就要更新的?全世界的公園,海洋公園等等 都是做到這麼多的一刻,就要更新的 比如說,譬如主題公園 是啊,做一些Wonderland,迪士尼都在更新的 有空沒有什麼做就做一個Marvel下去 海洋公園是不是要跟迪士尼竞争 是不是要加一些新东西 但是因为被你们这些人搞死 数据就计错了 和理非嘛 和理非,当日和理非到现在很麻烦 台阳你讲一讲 和理非真是麻烦 他搞到机场到现在还是很不方便 一般人如果不是旅客的话 或者要出境或入境的人 是不能进入机场范围以内的 因为他们的事件 和理非嘛 和理非,示威的事件 所以就搞成这样 我昨天也去了接机 巴士去到机场二楼停下 原来接机我要去一楼 以前要去一楼的方便 进去机场里面 有电梯可以坐下去 但现在不是 在二楼上要坐另一个巴士 那个巴士一大转圈 转回我一楼 是这样的 哇,犯多啊 这些人想起机场这么麻烦 就想起这位 因为整个暴动 然后告诉别人 我是在飞机机场那里做的 大家搞他机场就对了 怎样怎样 基本上就好像这个许智峰议员那些 有什么事就拿个大声工出来 让别人记住他拿着素 这个谭文浩是很黑人争 在什么呢 你一方面就说 中国不要怎么怎么怎么 你老婆在大湾区 卫州豪 大家买一栋卫州楼 一打谭文浩 Google下一个字 就有卫州连了 卫州豪 卫州豪 说真的 因为这几年 卫州的楼升得很多 当然 有人 肯定不舍得放 家产 声势这么好 就是了 另一个顺手骂的 就要骂了 跟他一唱一和 是他前党有 毛女士 上次被警察拔毛 但都没拔得去 乘机又说话 海洋工与全新割展的计划是什么 我不再做海洋剧场了 证明这件事是好 因为全世界都说 海洋剧场这些东西是虐待动物 所以我们现在不做海洋剧场 但是我们做海豚团团 给大家看 很正常的 很正路 连织这个毛孟正说 即使 是啊 他说即使 是用海团 海洋馆都是用动物赚钱 此举并不好 哇 不用什么 用什么来赚 用什么来赚 他扮美人鱼 叫他自己跳下水 你扮美人鱼 你扮美人鱼 真的 他说 建议用方向动物教育电视取代 娱乐无穷 我说一说 其实很多表演的动物 已经受了重伤 或者是受伤 或者是失去了苦 失去了母亲的动物 就是 其实他们 已经失去了在大自然求生的能力 所以 有些 比如有些动物园 或者这些海洋馆 它只可以当是接收这些动物 好像Santuary 那样 就是这样 叫做 一个庇护站 因为他们已经是没有办法再回到大自然 如果回到大自然 它就会死 整个海洋馆 如果接收这些动物 或者整个动物医院 这样来说 其实我觉得是可取的 这些小伙子 从来都没有问清楚 就先反了 你觉得不对 就叫它改到对 好像整个动物医院 海洋生物救援站 行不行 你便说 其实也吸引很多人 就像我们这里 Senshine Coast 就是黄金海岸 大家都知道 澳洲的鳄鱼先生 很有名 他死于 叫做 魔鬼鱼 魔鬼鱼刺死了 其实它的 现在的澳洲动物园 就是澳洲动物园 依然是澳洲最大的动物园 那么就有 动物园外来过 你也知道 卡厄里有一间 叫做动物的救助站 医院 你经过的时候 就 买门飞 就几元 五元 有没有记彩 进去捐坐 其实这样也是 一条好脑子 就是叫做好的方法 去保护动物 那你又养得起 一批叫做专家 去救动物 一批专业人士去救动物 如果海洋馆有这个功能 其实我觉得也是可取的 那你就提计一些有用的东西 第二件事 为什么你 为什么只是反对海洋公园 你们这班人 不是说 振兴本土经济 什么都说本土 现在实实在在本土 除了迪迪尼 迪迪尼是西人的 是美 是美智 虽然也是本地的元素 但是 名字 都是西人 迪迪尼 百分之一百 就是外国牌 现在正宗的本土 最好 除了这个 你们刚才说的 例院 例院 已经整理了 那剩下的本土 真正正属于香港人的集体会议 你经常说集体会议 那就是海洋公园 是吧 那你都要他死的话 那其实 你是不是真的本土 是不是真的那么爱这个地方 我觉得他爱美国人多些 这帮人基本上 他这样做 第一 我相信因为盛志民 就是亲政府的 他就是要整一下盛志民 最重要的是我党派 我党派的利益 比香港人的利益 盛志民已经没有做海洋公园一段很久了 是 但是总之 自从他走了 自从盛志民走了 海洋公园就生意一落千丈 真是很惨 是 那我看到那些网站就这么说 低Q 低L死了 那就不说了 低L死了 你这个旅游景 你这个旅游景是怎么来的 你吸引旅客 什么旅客都要收的了 打开门做生意 是不是需要每个人都要验身份证 在门口 喂 你中国来了 走开 或者收鬼点 是不是这样 中国人 中国人 要什么不准进来 是不是这样 好似 好似 是啊 但是为什么台阳公园又可以收 为什么迪士尼又可以收 你又不可以搞迪士尼 说话 因为美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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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你这些人就是 可能暗地里 就是黄之锋 最好 就搞走美心 等星期不再找美心做代理 结果你这些黑衣暴徒就不断打美心 但是我们说一宗新闻 刚才嘉燦 你分享的那篇 其实美心是非常有人情味 应该是这么多人都要调查的时候 美心反而是给全职员工 他刚刚掃出来的 有封信写出来 总之所有全职员工 每人我派二千元奖金给你 等待大家过年 真是不错了 拍摊一千元 拍摊一千元 所以其实 就是无论全职员工 还是拍摊 他都是觉得 在这场社会事件 他们说到 之下 依然是 很努力做事情 所以其实 这间企业 其实我觉得 so far来说 他是比较有良心 真心的 是比较有良心 当然了 连人格有问题的人 都走了去那里吃 林卓军 现在黄丝有人拍到他 我们是要支持黄色经济圈的 林卓军都要去那里吃吗 搞错了 不是 证明他其实是 他其实是公道的人 是 就是 这次香港有很多品牌 被你们害死 第一是美心 美心是香港品牌 所以林卓军就支持他 香港品牌还是英姿来的 他和这个怡和 他和这个怡和有他的股份 英姿怡和有他的股份 细不割席 是香港品牌 第二 海洋公园你们就不支持他 又说他 又说他 社长我们说了美心 很有良心 在这么艰难的时刻 很多人被炒人 但是他向全职员工 就发放2000元 向兼职员工 就发放1000元 以示他们 大家开开心心 过年 但是有些企业 就炒人 他在这么艰难的时刻 大家知道 我们不说装俩 就是被人破坏 是肯定的他 这么艰难的时候 应该要用一大笔钱 去真正的装修 我说真正的装修 但是他依然是 依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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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做 给员工 是的 这么奖励 那其实这些 不是良心企业 是什么呢 不是 谈问外政客医 我只想说一句 谈问外政客医 还有补充回刚才 其实我本来想说CY那件事 其实我有几个点 我没有说到 之前那一节 其实呢 无论如何都好 就是如果有幸 就是选到做这个陪审团 去做的人 我不是影响司法公正 但是我的看法就是 要做的 要做的 做一个公道的事 就是做一个公道的 就是看整件事是怎么样的 不要因为你不喜欢CY 就是不公正地去看这件事 是啊 现在那些黄人 就是说 哎呀 行啊 梁振英 一定要搞Q他 如果谁做到陪审团 我们都这样 不要因为立场 要看回事实 没错 那件事究竟 钟建华有没有诽谤 那 有某程度上 他是有的 因为他特意设错过 因为这条狗策呢 就是我的看法 其实是 特意写错过日子 令到人家 公职人员 和黑社会勾结 而 梁振英之后 是没有这个黑金的 就是 他是引导那些人 去想梁振英 有黑金 有做这个黑金 其实现在的情况 和谭文浩这条腹肌是一样的 为什么他要生水猴 其实就是要引导大家去想 政府是害死海洋公园 就不是 是啊 真的 就不是他们这班所谓的黄尸 害死香港的经济 他们要将所有祸水引向香港政府 其实 中建华 其实他不是 诽谤 是诽谤 香港政府 他说的那些 什么 黑金 那些 实际有公信力 矛头其实不是指向CY个人 就是要认清楚事实 其实他是将矛头指向香港政府 现在整班黄尸他们做的事情就是 看到香港有什么不妥 就将和事引向香港政府 不论那件事和香港政府有没有关系 就是这些叫做躺香港政府 最多就是 躺着的中窗 是啊 就是他最多就是怠政的 谈车 哈哈哈 喂 那其实 喂 你们最近有没有去过海洋公园 是不是客人少了很多 那一定 因为其实海洋公园是做内地客生意的 我们从来都说过 海洋公园它里面是有卖奶粉的专柜的 是吗 那么厉害 那 喂 我说他就pine 哎 做大陆人生意 抑你执轮 我问你 你不做大陆人生意 你做什么生意 这个公园 我问你 就是 我问你一个问题 你不做大陆人生意做什么人生意 而且你还快要够了 其实现在 现在你吸引到那些内地客是吸引那些什么 内地客就是三四线城市那些人 一二线城市根本就不会去 我不怕说一二线城市的人去长龙 长龙还好玩 怎么会去你海洋公园 所以现在海洋公园其实他一定要整些新景区 整些新东西 让多些人去看 因为其实海洋公园没什么亮点的 可以告诉大家 没错 他有个大红猫 但是去北京看这只大红猫是15元人民币 北京的动物园 为什么要去香港看 还有他们说的那些是很无理的 社长你都知道我们黄金海外全澳洲最多film part 每几年都是大型的换一次的主题 每天有一些新的主题出来 比如我们这些海洋世界的Sea World 又弄什么企业馆 等会又弄那些专业的白爪鱼 因为他知道要不断地换你的主题 才有本地客都要来 其实你刚才说的东西我都听说过 其实我知道很多香港人都很想去长龙玩 而且有客人很难能买到 我给一个个实质的建议 海洋公园 是有用的 就是本地香港人可以买一张年票 哦 就是2017年 其实这条条案之一 但是他现在的年票订价太高 其实那年的年票要订什么呢 就是做些特色的东西 譬如可以去熊貓館和熊貓過夜 就是有些抽獎 這些是可以的 不是開玩笑的 可以的 我組織一些學生 其實我們這裡也有 澳洲也有 我們有一個叫dream mode的地方 也是連票可以和老虎走五分鐘的 其實 是要搞一些特色的東西 你不是只是問政府拿錢 如果你只是攤大如來臣 還要問政府拿錢 因為有些泛民的腹肌在那裡 你一定會想一些牆頭 其實那個蘭桂芳阿叔以前 我不知道他現在還是做這個 是呀好像他還是有份的 但是他那些牆頭不夠多 只是搞來搞去都欺負老衛 是呀其實他自己都是由盡登夫 不是 Sorry說錯了 其實是煲過的藥渣 就是那些好料已經出來了 其實要找一些新人去 新思維去做一下 海洋公園其實很多東西 其實很多過癮的東西 其實他現在現有的設施都可以吸引到人 我現在想到一樣 帶個睡袋去水族館過一晚 是啊這個肯定好玩的 肯定多人會去的 肯定是搶票的 搶票 在水族館睡一晚 哦 其實就是這樣說 不只那些設施要更新 人的市場也要更新 你知道嗎 那絕對是 其實他那個場其實是大的 那你可以搞一個 可以搞一個 就是加連華會大的 就是比現在AIA搞那個加連華 你在海洋公園裡面搞 然後呢 還要由 晚上五點 玩到十二點 然後 有一部分人 就可以在水族館過夜 不能過夜 就帶著地鐵走 但是現在最大的問題是 這些噱頭是搞不到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你們這幫蝗蟲 不條斷破壞 就是蝗蟲是什麼 黃色媒體的蝗蟲分子 破壞港鐵嘛 又說港鐵什麼差 港鐵嘛 大哥 其實這些全部都要配套 就要交通的配套 因為那些人 你去完之後 你要回去酒店睡覺的 是不是 那如果 如果再玩得厲害 就是再要拓展 其實就應該在附近建了酒店 我也想說這個 其實我們 澳洲Sea Road裡面 都有酒店 是整個resort 其實就是 可以看到 還有酒店 可以看到其他動物 就是 在那間酒店 才看到少許 那些動物 其實也是一個噱頭 總之加錢 多起一些新的東西 都可以幫助 甚至餵鯊魚也可以 餵鯊魚就不行 餵鯊魚就不行 餵鯊那些應該可以 餵鯊魚就危險些 就是餵鯊魚 不過當然 有些人 讓我講一講 有些人現在當然就是 偽環保分子 就說 這些 海洋的生物 要去放生的 這樣 但我跟大家講 失去了野外能力 生存能力 最主要不是這樣 最主要是 如果你沒有這些 這樣的教育基地 去教育人 就是海洋的重要 你根本就是 那些人是更加 對那個學樣更加 就是 就是滅視 就是什麼垃圾 都倒進海裡 或者那些污水 都倒進海裡 其實 其實海洋公園 是可以做一些教育的 也都 就是譬如 那些中學的課題 譬如那些猴子 去觀察猴子 那時候我們 我們在這裡讀書也有去 就是去一天 去這個動物園一天 就是觀察那些猴子 接著就寫一個報告 那你可以做這些的嘛 就是那些猴子 可以你說 那些猴子 原來好像都會有 好像立法會的議員一樣的 這樣在這裡會聊天的 乖乖吵的 是啊 乖乖吵的 這樣可以成熱一點 哈哈哈哈 我記得我在這裡讀書的時候 是有的 是有這樣寫的 就是說 也都可以觀察到 那些猴子的性行為 原來 有些猴子 好像陳志全那樣的 都是同性的 哈哈哈哈 事實上是這個 事實上是有的 是有的 是有的 是有這個行為的 就是你會看到 就是我那時候都觀察到的 那些猴子呢 有有自軸的行為的 跟著向著那些遊客射東西的 哈哈哈哈 就好像林卓廷那樣 是吧 就是講足話 就是主演金平 哈哈哈哈 不過這次時間差不多了 這次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 多謝大家 記得訂閱 訂閱和分享 點讚我們正向部 多謝大家 拜拜 拜拜